一个前途渺茫的青年偶然间得到了一位贵人的资助 从此她摇身一变,成了社交圈最受欢迎的男子 但她对那些富有作作的贵族太太真是奉上作戏 她真正爱的人,却是一个出身贫苦的美丽姑娘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陷入了一场阴谋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伦伯协油馆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部巴尔扎克作品改变电视剧《焦济华胜揣记》 吕欣安是个小茅英俊又胸怀理想的青年诗人 她本想靠着才华出人头地,被国王夹缝绝位 结果因为出身一半,她在巴黎上流社会屡遭排挤 混心丧气的吕欣安最终决定一次了之 好在一位西班牙的外交特使埃里拉审妇阻止了她 埃里拉很同情吕欣安的遭遇,也很佩服她的稚气 于是便决定出资资助吕欣安,让她重返上流社会 埃里拉后来帮吕欣安还了债,还将她收为了养子 有了这位富有的保护人,吕欣安于是摇身一变 立刻成了一位年轻富有的少爷,甚是春风得意 因为吕欣安的母亲是贵族出身 后来埃里拉审妇还通过自己的关系 为吕欣安恢复了母亲的姓氏,也就是贵族身份 重返社交界的吕欣安又成了贵妇的焦点 而且这次,她比以前更受欢迎 因为她除了英俊才情,又多了一层金钱的外衣 眼看着吕欣安忙于应酬大把花钱 埃里拉审妇不但不生气,反而很支持她这样做 后来有天,吕欣安从剧院出来时 偶然遇到了一位天使一般美丽的姑娘 她自身名叫埃斯台,经营着一家洗衣店 两人可谓是一见钟情,没过多久就走到了一起 埃斯台并会贵族,也不是很有钱,过得很简朴 吕欣安本想为她找个更好的住所改善生活 但埃斯台对生活非常满足,不想让吕欣安破费 当时吕欣安并不知道,埃斯台的真正身份 其实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妓女 不过认识了吕欣安以后,她已下定决心心心革面 后来就已帮人父母义务度日 虽然生活比以前越来越艰难 但一想到自己有了吕欣安,就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只是为了隐瞒以前的工作 她不敢和吕欣安参加聚会,让吕欣安有些不解 结果两人的事被埃蕾拉知道后,她就有点生气 她劝吕欣安不要爱上任何女人,而是要利用她们 当时吕欣安虽然恢复了贵族姓氏 但依旧没有爵位 所以埃蕾拉审妇就想让个主意 让吕欣安去勾引那些贵夫人,靠着她们肺黄腾达 吕欣安受恩于审妇自然不好拒绝 并且她自己也渴望这些,所以就同意了此事 虽然她觉得有点对不住艾斯台,但转眼一想 自己要是有了实力,艾斯台肯定也会为她高兴 所以她那份愧疚感就画起了不少 当时吕欣安就俘获了一位后爵夫人的芳心 不料她正和后爵夫人闲聊时 竟发现艾斯台也来参加了这场化妆舞会 她立刻抛下后爵夫人去找了艾斯台 当时艾斯台以为自己戴着面罩就不会被人认出 所以她就来看望了吕欣安 然而她万没想到,会场还是有人认出了她的身份 随着那人叫出她的名字,人们立刻哄唐大笑起来 艾斯台看到那件熟客,立刻羞愧地跑出了会场 吕欣安知道一切以后并没有因此嫌弃艾斯台 但艾斯台自己却非常羞愧,一直不愿再见吕欣安 她本想一丝了之,好在被艾莉拉神父及时发现 神父知道她深爱着吕欣安,自杀也是因为此事 但神父奉劝艾斯台说 吕欣安有着光明的未来,他们两人并不合适 如果艾斯台真的爱吕欣安,就该成全并离开她 神父的话点醒了艾斯台,她最终决定听神父的 于是在神父的安排下,艾斯台就隐居在了修道院 艾斯台失踪以后,吕欣安伤心欲绝,万事所然 最终在艾莉拉神父的劝说下,她这才震动了起来 开始谋求试图进胜之路,赢得美好的未来 她也很快征服了很多贵族小姐贵夫人等等 但一段时间以后,吕欣安突然发现了神父的秘密 原来她真正的身份并非神父,而是假借神父之名 替一些死刑犯保管财产 怪不得她这么有钱 并且她保重吕欣安也是恋勇所图,现在不便告知 不过既然是合作关系 她除了给吕欣安前程以外 还决定把吕欣安心心念念的艾斯台也还给她 但条件是,她和艾斯台不能公开恋情 因为这会引起那些贵夫的不满,坏了她们的计划 狡诈印险的艾莉拉,让吕欣安非常厌恶 但目前为止,她又离不开艾莉拉只能听她的 随后不久,吕欣安就见到了艾斯台 她被艾莉拉照顾得很好 俩人虽然不能公开恋情 但能相守也非常满足 所以她们只能按照要求,隐瞒这场恋情 有时吕欣安许久没来时 艾斯台就独自到临终散步,打发心里的苦闷 不料没过多久 一位男爵正好路过艾斯台的秘密住所,见到了她 美丽的艾斯台简直像仙女一样,立刻吸引了男爵 男爵不惜花费重金聘请侦探 发誓叫找到那人 而这个消息反倒让艾莉拉看到了一个机会 原来当时艾莉拉为了让吕欣安捉求那些贵妇 已经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 如今已是这才高筑 现在男爵看上了艾斯台 她就想将艾斯台送给男爵 再从男爵身上捞钱 吕欣安自然不同意这个主意 艾莉拉见状便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她是个苦衣犯名叫高冷 后来和两个狱友逃了出来 随后他们就解杀了一位西班牙外交神父艾莉拉 不但抢了一笔金子 还得到了神父的为人状 于是就开始冒充这位艾莉拉神父返回了法国 他人所以保重吕欣安 就是为了向那些当中把他送进监狱的人 报仇学恨 他说吕欣安可以告发他 他绝不阻拦就当认命 吕欣安善良又软弱 他怎么也不会对恩人下手 反倒有些同情高冷的遭遇 理解他的复仇计划 后来高冷就想了个折衷的办法 让艾斯台暂且和吕欣安分开 办到别的地方 然后找了个很想他的女子 代替艾斯台住进那里 企图用这个女人迷入男爵 这样岂不是连选其美 艾斯台并不知道她的目的 但听说是为了吕欣安 她就毫不犹豫地同意那此事 吕欣安也值得安慰她 说这场分离是暂时的 而在另一边 吕欣安又按照高冷的计划 去追求一位公爵小姐 克洛蒂尔公爵小姐非常喜欢吕欣安 也想嫁给她 但公爵父亲并不同意这门亲事 她看不起吕欣安 除非吕欣安能赎回家族的产业 她才会考虑 但这需要百万法郎 她觉得吕欣安没那么有钱 随后不久 男爵终于谈听到 那个神秘的女子是吕欣安的情人 因为吕欣安一直想娶克洛蒂尔公爵小姐 所以才一直将那个情人秘密藏在那个地方 不过可惜的是 男爵的人其实上了高冷的当 那个女子并非艾斯台 早已被高冷偷梁换住 而且这一切 还是高冷故意让男爵探听到的 结果男爵果然上当 他花了不少钱 收买了高冷安排的一个女仆 从而在一天晚上 得以进入了那个神秘的房子 结果见到那个女子时 才发现这人并非他的末隆情人 他上了别人的当 高冷成功的从男爵身上 骗了几万法郎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 他安排的好戏还在后面 没有心机的吕欣安并不知道 高冷的诡计不只是针对男爵 也是针对他 因为没过多久 高冷就故意让人 将男爵带到艾斯台的新入所 只是这一次 他故意没让艾斯台接近男爵 而是让人询问男爵 愿意为这个美人出多少钱 纽欣跟男爵虽然是个 家财万贯的银行家 但对方开价十万法郎 还是让他有点心疼 不过这点理性 很快就被预念烧成了灰烬 眼看着男爵早已上钩 高冷这边 自然要让艾斯台再次离开吕欣安 他的话术还是那一套 都是为了吕欣安的前程 吕欣安只知道 他要和艾斯台再次分开一段时间 并不知道 高冷还是要让艾斯台 去做男爵的情妇 而艾斯台为了吕欣安 连死都不怕 自然也不会拒绝 去做一个老男人的情妇 吕欣安身上的弱点 正是高冷操控他们的把柄 随后不久 男爵终于在一个 阴暗瞎窄的住所 见到了艾斯台 高冷之所以这样安排 就是为了打造艾斯台 这台高柱 穷困落魄的人设 以便让连相续遇的男爵 在他身上倒把花钱 那十万法郎 不过是见面礼 以后的才是大头 后来男爵就在中间人的建议下 将艾斯台接到了 他之前和吕欣安的那个住所 这不免让艾斯台读误私人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以后的一段时间 男爵果然如高冷所料 帮艾斯台换了不少债 他并不知道 这些接款文件 都是高冷让艾斯台签字的假文件 高冷就用这种手段 一笔一笔榨取男爵的钱 男爵自然也有些生意 怀疑自己上了别人的圈套 但他一时也找不到证据 当时艾斯台天真的以为 他可以让男爵把他当成女儿 而废情人 可是高冷却警告他说 没有这种想法 男爵只是太爱他 才没有着急逼着他成为情人 他可不能一直假装圣女 最后凉了男爵的心 何况当时 吕欣安已经用男爵的钱 买了一块土地 赎回了祖产 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迎娶顾女小姐 艾斯台听后非常的难受 虽然他心甘情愿 为吕欣安的迁怒牺牲 但眼看着恋人将要离他而去 他当然很母好受 于是他就索性彻底放开 决定满足男爵的要求 搞到钱帮吕欣安完成心愿 正如高冷说的那样 反正自己是个妓女 只要有了这个标签 就一辈子也休想摘下 男爵当然非常高兴 艾斯台不再遮遮掩掩 他还让艾斯台搬到了更加豪华的公关 但艾斯台也有个条件 就是第一次那晚 由他决定是什么时候 另一方面 吕欣安和公爵小姐的婚事 也进行得非常顺利 他赎回了祖产 可以说是恢复了家族的荣光 成功骗过了公爵一家 让他们相信了自己的实力 然而就在这时 南爵的侦探早已查明了 吕欣安那笔钱的来源 需要提一下的是 侦探之所以这么卖力 只是为了赢得南爵的赏金 为女儿争一笔嫁妆 后来他就派人去找吕欣安 只要吕欣安给他十万法郎 他可以不将此事公开 既然大家都是为了钱 这笔交易也很公平核算 但吕欣安并不傻 自然不会同意此事 否则以后 对方很可能会经常一次来 敲打自己 所以他就说他不在乎 如果因为此事 他娶不成那位公爵小姐 那他就找下一位 好在当时 对方尚未查清楚神父的嫡系 所以对方见状便把此事 透露给了那位公爵 公爵得知后非常生气 立刻就把吕欣安拒之了门外 另一方面 艾斯台这边终于搞定了 南爵的年金以及房契 这是他为吕欣安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而与此同时 他也做好了一丝的准备 他让南爵邀请了很多宾客 将那弯打造的像一场婚礼 就连礼服都是洁白的 像是新娘一样 安排好这一切以后 他就让人把吕欣安叫拉过来 当时吕欣安已经对高冷的计划心灰意冷 他只想和艾斯台远走高飞 彻底离开这一切 但艾斯台早已下定决心 要帮他到底 让自己的爱人活得更好 这就是他爱的方式 在和南爵过来一晚以后 第二天一早 突然有个律师来找南爵 说是艾斯台的一个亲戚突然病逝 留给了艾斯台数百万法郎 南爵听后惊喜不已 艾斯台竟然要和自己一样富有 然而当他去叫艾斯台时 却发现他已经复读自尽 当时艾斯台已经把南爵的年金取了出来 南爵因此怀疑他可能并非自杀 而是被人谋猜害命 虽然艾斯台的确是自杀 不过高冷的那些手下也是趁火打劫 拿走了艾斯台本来要给吕欣安的今天 留着打击 高冷眼看计划全都破产 也只好暂时躲避一下 可惜还没有来得及走 他就已经被警察逮捕 后来吕欣安也被逮捕 他被怀疑是高冷同伙 并涉嫌谋杀了艾斯台 高冷在囚车中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非常绝望 话说吕欣安被捕以后 立刻惊动了巴黎的社交权 有些贵妇巴不得吕欣背叛自行 因为吕欣安曾经背叛过自己 其中的代表就是一开始 吕欣安追过的后爵夫人 而有些人则很同情吕欣安 希望她会无罪释放 这其中就有那位 一直做吕欣安情人的公爵夫人 双方与世开始争相拉拢法官的太太 希望她可以影响丈夫的盼求结果 并且让她丈夫得到高声 作为交换条件 侯爵夫人也好 公爵夫人也好 都是位高权重 法官一下子有点懵圈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好在后来 法官收到了艾斯台的遗书 信奉她承认自己是自杀 并将钱留给了吕欣安 这样看来艾斯台无疑是死于自杀 而那些钱应该是被仆人偷走的 事已至此 法官奔想释放吕欣安 并且她还可以得到艾斯台的所有遗产 结果当吕欣安看到艾斯台的遗书后 她伤心欲绝 一时激动竟然上了法官的圈套 揭发了艾勒拉神父 其实就是死刑犯高冷 法官奔想以此为由 将吕欣安省之以法 结果她又收到了 顾虐夫人和伯爵夫人的来信 让她不要再提神吕欣安 塞里奇伯爵夫人的丈夫是国务大臣 权势很大 法官奔想卖个面子释放吕欣安 结果偏偏审文拿出来 她竟然任哪个死刑犯做保护人 这个恶名也不小 事到如今 法官也无法再保护吕欣安 结果伯爵夫人做得更绝 竟然烧毁了审讯笔录 总检察长也趁机卖伯爵个面子 劝法官释放吕欣安 不要再惹出什么事来 然而这时 吕欣安竟然已经在狱中自杀甚亡 塞里奇伯爵夫人得知后 从此就发了疯 当时吕欣立下了遗嘱 她在遗嘱中收回了自己的所有工资 并将艾斯台留给她的钱分了几部分 一部分交给艾勒拉神父 偿还她为自己花的钱 一部分建一座收容所 收留艾斯台这样的妓女 一部分留给自己的妹妹 剩下的则为自己和艾斯台建一座坟墓 将他们合葬在一起 并且不留墓之名 至于高冷 本来法官已正知道她是死刑犯 但因为高冷掌握着很多 贵妇和吕欣安的情书 那些权贵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 就让她交出那些情书 然后保证不揭发她的身份 而且还让她升官发财 后来男爵和高冷 同时来看望两人下葬 他们沉默无语 只有那临终的风声呼啸而过 故事也到此结束 吕欣安就像于莲一样 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签 出身不高 但有才华又有壮志的青年 想要出人头地 就不得不攀赴权贵 目求发展 吕欣安不是个完美的人 甚至有些做法令人不吃 但相比于那些权贵阶层干的勾当 她要干净得多 而艾斯台则完全是那个时代 一个不亲眼的牺牲品 她心里善良注重感情 对财富什么的不屑一顾 但为了生活 却又不得不成了权贵阶层的玩物 她把吕欣安当成了精神寄托 或许在那个丑恶的世界上 她需要这样一个安慰 可惜吕欣安不够坚强 成了高冷操控的傀儡 而艾斯台又太过爱她 非要去成全她的梦想 结果两人就错过了机会 没能离开这一切 最为邪恶的高冷 尊重飞黄腾达做了高官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好人总是死于良善 恶人总是赢在无情无义 而那些权贵阶层 依旧歌舞生平一成为变 只是失去了一个有趣的青年 和一个美丽的姑娘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